被曝张翰郑爽将要同台,并在跨年夜献唱 爱情至上的他如今怎么了?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,在一些地方自然是跟平常人有一些不一样的 尤其是在感情这一方面,两个人一旦开始谈了 要不从一开始就遮遮掩掩 一旦公开恋情或者结婚 但凡有点什么变故,比如分手离婚之类的 就会让广大的网友们措手不及 而且也会引起全网讨论 又或者一旦有一方出了过错,也会受到全网的辱骂 张翰郑爽大家也都知道 不管是80后90后或者是00后都对他们两个非常熟悉 在2008年的时候张翰郑爽凭借着电视剧一起来看刘星宇两人迅速走红 而两人也是因为这部戏谈起了恋爱 但是两人在谈了好几年时候才公布的 之前就有传闻说他们两个在一起 但也一直没有承认 直到2013年两人的恋情曝光才承认 但郝景部长在2014年的时候两人就分手了 据说两人谈了五年 但细节怎么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